欢迎收看健康2.0 我是姜文俊 我是韦如 很多人都有口臭的毛病 老一辈的人听到你口臭 第一句就跟你说 你这火气大 加一哥叫你去喝清草茶 但是告诉各位 其实不是这样 口臭有可能跟你的肝脏 有毛病有关系 甚至肠胃不好也会口臭 甚至糖尿病也会口臭 没错 像是有时候闻到一些肉类腐败的味道 你有可能是口腔方面的疾病 甚至于心外 有可能是呼吸道 有的时候身体飘出一些尿烧外 有可能是肾脏的疾病 对 所以今天就要告诉各位 除了口臭之外 很多人觉得说好像有一些体臭 甚至很多人觉得自己放屁 好像也有一些怪味道 要怎样从身体的味道 看出你身体到底有什么毛病 我们今天就要告诉各位 没错 还有一种味道很可怕 就是只有你自己闻得到 但其他人完全没有闻到 这时候你会觉得 自己是不是卡到瘾了 像是艺人海产刘威廷 他也是这样的状况 他就说他有一阵子 就常常闻到这个湿臭味 听得很恐怖 他也觉得他自己是卡到瘾 他到庙里去拜一拜 甚至还喝福水 可是这状况完全都没有改善 到医院去检查之后 才发现他是鼻腔内的血管瘤 已经破裂 甚至是感染了 他就有说他以前 其实常常流鼻血 好在这血管瘤 经过电烧治疗之后 在检验之后 这血管瘤还是良性的 比较好 身体现在状况也OK 所以他是一个血管瘤破裂 一直在感染 因为感染之后 所以有臭味 他其实之前有没有征兆 有 常流鼻血 可是很多人觉得流鼻血 也没什么大不了 就常问一下江九山医师 这种鼻痘炎这种感染 为什么会闻到一些怪味道 而且听说感染细菌不一样 还会闻到不同的味道 没错 其实这一点是有时候 让人家觉得很难堪 因为像鼻痘炎的病人 严重的时候 他整间走进来 你就闻得到他的味道 而且他会依照 他感染不同的细菌 与不同的味道 像我有一个病人五十几岁 他常常自己是觉得 只是不知道自己鼻痘炎 他就断断续续就鼻塞 可是你一进整间 你就觉得一个很可怕的味道 你知道吗 那后来去检查果然 那个电脑站里面看到 那个鼻痘整个蓄浓 那其实鼻痘里面蓄浓 它长不一样的细菌 就会产生不一样的臭味 像如果长练猪菌的话 其实会像臭起司的味道 起司的味道 那如果是所谓的营养菌的话 其实闻起来像什么 像大便的味道 那如果是所谓的葡萄菌的话 像什么 运动鞋的味道 酸酸的味道 如果是炼煤菌的话 比较像在地下室 闻到的那个腐败的味道 所以每一个细菌 都会带来不一样的味道 可是提醒大家就是说 其实有这些味道的时候 真的不要忍耐 对 你应该可以去看看 以前像健保真的太方便 对 所以当你闻到怪味道的时候 不要先去宫庙 你都会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 那只是鼻豆出的问题而已 那除了之外 徐医师 你说肠胃不好 以前我们觉得肠胃不好 可能就是消化不好 你说肠胃不好 会影响到一些口气的味道 这是我们常常讲的 胃幽门螺旋感菌 也会造成口臭 是 最近有很多的研究显示 胃幽门螺旋感菌的感染 也可能会引起口臭 我想看我们节目的观众都知道 这个幽门螺旋感菌 主要存在在我们的胃里面 它可以引起慢性胃炎 胃溃疡 十二指肠困 还有胃癌 对 但是如果病人有 胃食道逆流的情形的话 这个感染的人 他在胃液里面的细菌 就会随着胃液跑到嘴巴里面 然后可能会产生 口臭的问题 那我有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35岁的一个男性 他是公司里面的经理 那常常都要交集应酬 那他以前出去的时候 他太太都会跟他讲 你要去刷牙一下 还有漱口 因为你有口臭 怕对客户不好意思 那结果大概在三个月前 他就常常有胃痛的问题 然后他去看了一些医生 有时候就死好死坏 最后就来看我的门诊 那我就跟他做了胃镜 最后一检查 哇 胃里面有胃溃疡 还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 那当然就刚才杀菌 杀完以后 他的胃就觉得舒服多了 那大概三个月后 他回来回诊的时候 他进诊间的时候 他就很激动 他说徐师徐师 谢谢你把我的口臭也治好了 我就说 怎么会把口臭治好 他说他从开始吃我们 幽门螺旋杆菌杀菌 要的第一天开始 他太太说 从那一天开始 你就没有口臭了 真的 就很特别 那实际上 我们临床上 遇到不少病人 有这样的情形 因为实际上 这个细菌可能是 幽门螺旋杆菌 可能是造成口臭的 这个原因之一 但是我们在杀菌的时候 常常会吃很多的抗生性 大概吃两种到三种 在杀这个细菌的时候 常常也把口腔的怪菌 口腔的细菌也杀掉了 一起杀掉了 所以一减二股 膨胀减四股 有很多病人杀完菌 又就说口臭变好 有个病人甚至已经杀完菌了 隔一阵他就说 徐师你再给我 开一次杀菌的药 我还要再杀一支幽门鸡 主要是因为口气还没好 以前我们大家看到一个人 口臭都跟他说 要不然就要去多刷牙 要不然就叫你去喝清草茶 那徐师今天告诉我们 其实胃不好也会 也会口臭 比如说你胃出血 那个血的味道 大家都知道没有很好 对不对 在这边胃出血 味道当然会从这边跑出来 所以比如说你有消耗性的贵 慢性会发炎 其实都会影响到你的口气 以前我们讲胃油门感菌 大家只讲胃癌 其实也会造成你口臭 没错 但是以中医来讲 我们真的常听到 火气大就会造成你口臭吗 但是我们喝个清草或降降火 真的可以消除我们口气的味道吗 其实中医口臭可以分很多种 而且我们看我们的舌胎就知道 有舌胎 真的 有时候你舌头你镜子一照 你舌胎整个是黄的 然后伴随着你可能口干舌灶 或者是有口疮 嘴巴破 那种通常就是干火喂火 就是韦如讲的 但另外一种你舌胎一看 整个都是厚厚白色的一片 这种就是女生常见 它那个是你身体湿气太重 身体湿气太重 如果排不出来的话 其实它也会变成一种气味 就是闷在那边 我有个病人 他是那种就是展场的主持人 然后很年轻 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一直很困扰 他嘴巴很臭 可是他要去组织节目 这样很不好意思 一开口 然后人家就这样子推壁三色 后来他就喷了很多芳香剂 然后看牙科 然后看耳鼻喉科 都找不到问题 后来发现说 因为他喜欢喝冷的东西 冰的 然后都躲在冷气房 他也不运动 所以其实他身体的湿气 完全排不出来 然后变成说 他的口气就是变成也比较重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种是 你舌头旁边有齿痕 就是那种荷叶边的那种 那种是脾胃气虚型的 所以通常那种消化能力 比较不好的 就比较容易有一些 胃部的疾病 所以会引发口臭 但还有一种的话 就是刚才医师有讲的 就是鼻子的问题 其实你可能是鼻部 塞住了 鼻涕太多 有细菌 所以有一个味道 那通常那种你的舌胎 没有那么多 但是舌头很红 表示身体有在上火 在发炎 那有穴道可以舒缓口臭 有的 我们教大家三个穴道 第一个就是银箱穴 在我们的鼻翼两侧 对 平行我们的鼻翼两侧 然后法令纹的位置 这个地方就是疏通我们的肺气 然后还可以清肺热 所以如果你是鼻子造成的口臭 你可以多按这里 对 那另外一个穴道是在小腿 小腿的话 我们先找到我们膝盖 我们膝窝有两个凹洞 比较靠外侧的外膝窝 跟我们的外怀间做一个连线 然后它刚好在二分之一的地方 对 你就按压这边 这边是针对我们的健脾力师 如果像那个你比较不容易排汗的 喜欢喝冷饮的 身体弹湿重的 你就可以按压这个穴道 那最后一个的话 是在我们的脚上 我们就找到我们的大拇指 还有我们的二拇指 然后做他们的指缝往上推 推到有一个推不上去的地方 这边是钛冲穴 它属于我们的肝筋 如果你是经常熬夜 或工作压力大的人 你按这边可以清肝火 输干育 所以这三个穴道可以经常按压 所以还是要看你口臭音节 原因去按哪里 太累了就按一下钛冲 椅子不好就多按一下这个银箱 刚才我们讲说胃初学 胃力有没有感觉 可能会引起口臭 徐医生你说胃食道逆油 更容易引起口臭是不是 是 其实胃食道逆油 是造成口臭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以前就遇到有一个 大概27岁的一个 女的室内设计师 那她有一个男朋友 对她都蛮好的 但是有一件事 让她有一点不太高兴 介意 介意 就是说她发现说 她能不能有时候 跟她接吻的时候 会皱眉头 那她就觉得 或是闭气 不敢呼吸 就有一次她就忍不住 就问她男朋友 为什么我跟你结吻 你在皱眉头 然后她就说 不好意思 因为有的时候 跟结吻的时候 闻到你的口腔 有散发一种很臭的味道 这样子 那她的自尊心 受伤很大 所以她每次要结吻前 一定要去刷牙漱口 同时呢 她也去看了一些牙医师 可是怎么治疗 好像都还有这个问题 所以后来她就经过朋友介绍 来看我的门诊 那来的时候呢 我们 其实我们当这个 这个治疗口臭医师 也蛮辛苦的 要忍人所不能忍 你要先试吻 对 真的 要闻一下 因为你一定要做鉴别诊断 才能做比较准确的治疗 那我们一般就是 请她要算1到20 然后她是1 2 3 4 5 6 7 8 9 在算的时候 我们还要把她那个手 把那个气味再拨过来闻一下 结果就发现 她的这个口臭 其实是一种酸掉的 一种腐败的牛奶的味道 那仔细问起来 其实她有胃食道的逆流的问题 常常她会嗝气 然后易酸水 而且她还有一个习惯 就是说她在睡觉前 她常常喜欢喝一杯温牛奶 她说这样可以帮助她睡眠 那这个病人呢 他可能就是 喝完牛奶以后就去睡了 那这个牛奶就在胃里面 急着 逐渐的发酵 然后没有完全流下去以后 她这一些味道 就经过胃食道逆流 到达口腔了 所以第二天早上 她嘴巴里面就很多这种 酸掉的牛奶味 所以遇到这样的病人 我们就跟她讲说 你零睡前不要再喝牛奶了 喝一点温的白开水就好 那另外就是给她开点 胃食道逆流的药 然后把这边再关紧一点 那胃酸不会再往上 那自然她就会 这种问题就会改善 对 其实口臭问题 只有5%到18%是胃食道逆流 其实大部分还是口腔的坏剧 那还有5%大概就是鼻咽的问题 鼻咽的问题 像那个过敏性鼻炎 鼻痘痕 鼻咽癌这些问题 对 所以还是要仔细地去鉴别诊断 没错 像我们有口臭的时候 大家直接想说用一些漱口水 或者刷刷牙来解决口臭问题 但只好说用绿茶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口臭 喝茶也可以 当然 因为像刚刚提到很多案例 你碰到那个要清水的时候 你还去刷牙 那蛮洒风景的 来不及 以食肖来不及 口致芬芳 然后古人就有一句话叫吃茶去 就把茶吃进去 那这个去是趣味的去 那我们现在在市场上看到很多绿茶 那这些绿茶其实可以让我们当口香糖来用 而且这个口香糖又没有糖分不会蛀牙 像我常常出差 或者是我出国 我上飞机的时候 我一定会把一个绿茶放一个小袋子里面 那我会上飞机 我就先喊两个这个绿茶在口香里面 什么夜 然后就跟空姐要一点热水喝 那喝完以后 这整个身体就是很舒畅 然后我们要landing的时候 有不是耳鸣吗 对 一定要吞口水 他会给你吃糖果 对 所以口香糖不要 我们喝茶 含着吞口水 一样有效果 而且满口芬芳 那这个绿茶我们要挑一下 一般因为绿茶 大家弄不清楚什么叫绿茶 绿茶很简单讲 就是没有发酵的 那它的形状有很多 像我现在今天示范这个就是龙井 它是扁平状的 有螺旋状的 那像台湾的绿茶 就是主要是三峡龙井那一带的 那这些绿茶 其实你挑的是这种扁平状的 真轻的也好 没有发酵的 最好可以直接吃 含着的 含着 然后你的唾液就会慢慢让它这个茶叶分散开来 而且分散又很舒服 这个茶全部都直接吃进去 而且这个茶叶可以直接吃了 没有 它就化掉了 你也不要咀嚼 不要咀嚼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茶叶是比较 做得比较调索状的 像这个是台湾的 很特别的一个国有林地里面的野生六龟茶 这是几年才被发现的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泡泡看 这个味道也很特别 因为我们看这个茶叶它做的这个样式是调索状 那调索状它其实看起来 我们台语叫样阳 那这个茶叶当然按照每个人个人的口味 现在很多人流行把茶叶用水浸泡 冷水放在冰箱里面 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偷懒的方法 我教各位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这个这样的茶来以后 我们放在一个 这个就一个评比杯 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在比赛 我们只是一个 教大家一个简易的喝绿茶的方法 比如说这样一泡 那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 你可以我用这个搅拌一下 帮忙搅拌一下 搅拌一下我们就大概就可以闻到 这个绿茶的一个很芬芳的一个味道 那这个味道呢 其实对口臭来讲 很多人像喷一些化学的东西 口香剂 其实那个都有后遗症 像我的味觉比较敏感 我喷完以后我的舌背 就会瓦瓦会咬住 可是喝茶它会生津 牙龈还有这个舌背 舌尖后面整个都是滑滑的 那我觉得这个舒服感 绝对超过一些像口香 尤其是口香糖吃完以后 那个糖含在嘴巴里面 其实又很想喝水 那我们不如就直接喝绿茶的 泡出来的 那这个呢 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不可能浸到刚刚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茶汤 为什么这样泡 如果我们今天要出远门 比如说你去爬山或者是浇游 你也可以用这个茶呢 把它泡开以后 然后呢 放在热水瓶里头 直接吸管 那这个热水瓶呢 你这样喝 其实也非常生惊直渴 这个绿茶看起来真的很好 不但可以内用 还可以外带 出门还可以倒在保温杯里面 还可以多泡一点 其实绿茶的成分真的很多 但是主要还是茶多分 大家知道茶多分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物 对身体当然好 结果没有想到 它竟然还有除口臭的作用 其实口臭产生原因真的很多 其实很多人想说 我们身体里面有内脏 只要内脏里面哪个功能不好 它本来要排泄的东西 就要从各种地方排泄出来 比如说像肝脏 也会造成口臭 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告诉你